主席请一下金管会的陈主委 陈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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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主委你好 主委你好 主委 现在政府部门 无论是财政部或者是金管会 针对于这种房地产的可能性的泡沫化 都会有一套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 那说实在的 从本期在上个会期 有提一个提案 那后来金管会也有配合央行在做 也就是所谓的土地融资跟建地融资的一个金额的一个公布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去年 这个一个提案通过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土融跟建融 从去年其实不断的在上升 不断的在增加 尤其就金管会所提到的提供的一些银行 坦白讲民营银行 他在这一部分的放款的比例 在土融跟建融这一部分的比例 有些民营银行是过度偏高 那我请教一下主委 就是说 你有没有能力来防止未来可能的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因为过去说实在的无论是在结构性金融商品 或者是在信用卡金融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发行 本席那时候都一再的向金管会来还应 那那时候曾国立担任局长 他说不会啦 但是说实在从韩国跟香港的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消费性金融的一个放缓到后来偏高 导致于后来银行的一个 他的一个呆账的一个打销 以及他银行本身的营运的能力都遭受到冲击 所以我请教一下主委 你如何来防患这一次财政部现在在推动所谓的特种货务税 或许社会大众都说这是奢侈税 那奢侈税坦白讲本期在2002年就提出来了 那我要请教主委 你如何来防患可能的本土性的 如果说现在政府啊 来做这个金融的金融的紧缩 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导致于连带的相对的银行的受性的品质受到影响 是 这个 如果刚刚指教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很少就注意了 那 我们就 尽管为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呢 不希望说一个行业 他的放款过度集中 然后呢另外的话 他的这个放款的程序 不够严谨的影响到这个行业 本身的鉴钱的经营 这是我们的任务跟我们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之前做了一些工作啦 那 我举个例啦 当然 也不希望造成一些 个别银行的这个 影响啦 台中商业银行 他 放款的比例啊 在 建融这一部分啊 就将近 达到四分之一耶 对 是这样子 我刚刚几位委员 有这个指教到 就是说 我们其实我们对他这个 一个单纯的比例 有一个绝对数字呢 其实我们呢 不能够直接就跟他评价啦 但是我们可能比较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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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要关心的是说 他的整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然土地银行是以 土地融资为主嘛 那包括土地银行 他也 只不过是在 我看一下 这个比例 16% 16% 土地银行 他的资本额 这么的庞大 然后他 以 土地融资 为主要的一个 营业的一个对象 那如果说 土地银行的 放款的比例 都没有如此的偏高 的情况之下 有些民营银行啊 我是在这里要 提早的 提醒我们金管会主委 就是说 在这一部分的 土地融资跟建筑融资的 一个放款啊 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也有可能重到过去啊 好不容易我们在第一次 金融改革 把一些银行的这种 呆账啊 好不容易花了一兆多 的这种人民的血汗钱 把它打消啊 结果又会重到覆车 目前的话 银行业的那个财务状况 是还算良好 那当然第一次金融改革 把它的不好的都已经 处理掉了啊 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关心 就是那个集中度的问题 那这部分我刚才报告 那最主要就是说 他自己的信用控管 要做的很周延 那这个贷款的程序 要办的 台中也是 很有可能房地产泡沫化 你看台中的发展 几乎集中在第七期的 重划区台中的旧市区 坦白讲有部分的一个商店啊 出租或出售的都非常的多 一个另外一方面 现在大概银行的流动性 是还好啦 所以那当然就是考虑到 是资产账数的部分 没关系我在这里 深重的提醒 深重的提醒主委 那再过来 我要请教主委 就是说 当然了 有很多的南山人寿的员工 他去健保局成勤 主席是不是也请一下 我们的保险局的黄区长 黄区长 主委我想在这里请教一下 到底南山人寿的一个 劳工的一个关系 以及目前 他们到健保局去呈请 我们主管单位的态度是怎样 我的了解呢 这部分都是老委会主管的 是啦 这个部分的话呢 目前 老委会也会有一些 目前这个案子是你们来负责审查 我想主委你不能简单的一句话 带过说这是老委会审查 因为这是 这个是很清楚的法律规范 是老委会的权限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处理 我们一定会征选 那老委会的态度 你并不知道 那你如何来负责 这个审查 我们一定会请他表示意见 然后我们一定会 这个在决定这个案之前 当然一定要有这个依据 如果一切依法的话 是不是我们公务人员 最高的原则就是依法行政嘛 一切依法嘛 那如果 如果今天有员工去陈勤 那在台北市政府 劳工局 以及我们的老委会的态度 非常的明确 所以我是不是 你不应该说 只是说 每天早上八点吧 所有的新闻媒体的 这种有关于金融业务的 这种新闻 就叫你的 这个幕僚提供给你看 你今天是这会期 第一天来做市政报告 你也应该了解 可能的面临的 咨询的一个问题才对 这个案子我清楚 但是 这个是老委会的权限 我不能去帮老委会 讲老委会的权限的事情 因为这个很清楚 而且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了 我们会把这个案子 去请老委表示意见 我们根据老委会的意见来做决定 那如果 如果这个 你们都觉得这样子回答的话 那我觉得 那我们还 执行干什么 因为这是法律的 法律很清楚的 有主管权限 你负责审查嘛 对不对 那你审查的时候 你会同了老委会之后 我要 我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主委 请问一下主委 老委会回复你的态度是什么 还没有回复 还没有回复 那你们应该是 有没有一个 dain line 有一个审查的一个时间 实现说 多久以内要回复 如果 如果说 时间上面有需要 我们当然会随时请老委会 迅速给我们回复 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们政府都在推动这种 电子政府 电子公文 我实在不敢相信说 主委你回答 老委会他还没有回复 我相信在地方政府 在推动行政效率的时候 都希望起码公文 要一个礼拜 就应该要有答案 如果主委你今天说 你今天来这里背询 结果你并不了解 老委会的态度 我觉得你 是不是在打太极拳 因为这是老委会的权限 如果他们 如果主委 如果今天 他们就会告诉我们 这很清楚啊 今天从下道上 台湾好不容易 一个IT产业是 全世界闻名的 那我们今天政府要 再推动电子化政府 电子公文 节省这种 这种纸张的浪费 我 我强烈的质疑 主委你说的 你还不了解 老委会的态度 这个跟电子公文 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现在大家都很 这种行政效率的问题 没有关系 我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主委 如果受险公司 他在养地 那今天 大家也都知道说 媒体披露说 有受险公司 他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 应该要在两年期限内 要完成开发的话 那如果我们法令 是定得这么的清楚 那业者还违规的话 那请教一下 我们除了处罚以外 还没有其他的方法说 那不然的话 就应该是要 政府买回 或者是说政府应该要 怎么样作为 有很多受险公司是这样子啊 我们看台北市政府 有多少的空地 是在当作停车场 主委 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依法行政啦 所以如果说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在这个问题 你会回答依法行政 在我刚才 请教你的这种 这种南山人寿员员工 申请健保局的成型的时候 那也是依法行政啊 那是因为 然后委会是主管机关 然后这个是保险委 我们是主管机关 我当然要清楚的告诉你啊 那这个 像这个 这类的问题的话 我们其实 我们依法行政 所以 如果说他违规 我们就依照法律的规定 我们会给他处分 然后呢 要他限期改正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些行政措施 可以使用啦 我希望 我们会要求他们做 我希望 主委 你是主管机关 你应该 站在员工的这种工作权 以及他的 就业机会 要多费心啊 这当然 这本来就五大原则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会尊重 老委会的这个决定 好谢谢 谢谢 deceased Qui 必须 词 感谢观看